论中国,亨利基辛格 第十五章 天安门 天安门1989年初,东欧开始出现苏联巨石中的裂痕,导致柏林墙在11月倒塌,并最终解体苏联本身。 但中国似乎很稳定,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是自1949年共产党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好的,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两国正在合作阻止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 美国向中国出售大量武器,贸易在增加,从内阁成员到海军舰艇,交流蓬勃发展。 仍担任苏联主席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米凯尔·郭巴乔夫,计划于5月访问北京。 莫斯科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北京提出的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条件。 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将苏联军队从中国边境重新部署,以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国际会议定期在北京举行,包括今年4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董事会会议。 该银行是中国三年前加入的一个多边发展组织,这出人意料地为正在上演的戏剧提供了背景。 这一切都始于胡耀邦的事实。 邓小平在1981年升任总书记,这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务。 1986年,当保守派批评家指责胡耀邦在学生示威面前优柔寡断时,他的总书记职务被邓的另一位门徒赵紫阳取代,但仍是执政的政治局委员。 1989年4月8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73岁的胡耀邦心脏病发作。 他惊呆了的同事们把他救活了,并把他送往医院。 他在那里再次心脏病发作,并于4月15日驱逝。 与1976年周恩来逝世一样,胡耀邦之死是充满政治色彩的哀悼之计。 然而,在期间的几年里,对允许言论的限制已经放宽。 1976年,周的哀悼者以古代王朝宫廷政治的预言来掩饰他们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批评。 而1989年胡的示威者则指出了他们的目标。 由于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70周年,气氛已经很紧张。 这是一场1919年由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发起的运动, 抗议中国政府的软弱和凡尔赛条约中的不公平现象。 胡耀邦的崇拜者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并吟颂晚歌。 许多人赞扬这位前总书记对政治自由化的奉献精神, 并呼吁他的精神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得以延续。 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借此机会表达了他们对腐败、通货膨胀、新闻限制、 大学条件以及党的元老在幕后进行非正式统治的坚持的不满。 在北京,不同的学生团体提出了七项诉求, 威胁要在政府实施之前举行示威。 并非所有团体都支持每一项要求, 前所未有的不同怨恨会和升级为动荡。 最初的示威演变成占领天安门广场挑战政府权威。 本月初,事件以观察者和参与者都无法想象的方式升级。 到六月,不同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蔓延到全国341个城市。 抗议者占领了火车和学校,首度的主要道路被封锁。 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宣布绝食, 引起了当地和国际观察员以及其他非学生团体的广泛关注。 他们开始加入抗议者行列。 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从天安门广场移开。 令人羞辱的是, 在没有公众出席的情况下, 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一场静音仪式。 有报道称, 解放军部分人员违抗部署到首都镇压示威的命令, 政府雇员在街头与抗议者一起游行。 中国偏远西部的事态发展, 凸显了政治挑战。 那里的藏人和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 已经开始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问题进行煽动。 在维吾尔族的案例中,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声称冒犯了伊斯兰教的情感。 随着事态发展脱离主要角色的控制, 其义通常会发展自己的势头, 他们成为他们不再知道剧本的戏剧中的角色。 对邓来说, 抗议激起了中国历史上对混乱的恐惧和文化大革命的记忆, 无论示威者宣称的目标是什么。 学者Andrew J. Nathan雄辩地总结了这一僵局, 学生们并没有打算对他们所知道的危险政权构成致命挑战。 该政权也不喜欢对学生使用武力, 双方有很多共同目标, 也有很多共同语言。 由于沟通不畅和判断错误, 他们将彼此推向了妥协的选择越来越少的位置。 有好几次, 解决方案似乎触手可及, 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溶解。 滑向灾难的过程, 起初似乎很缓慢, 但随后随着双方分歧的加深而加速。 直到结果后, 我们带着从真正的悲剧中获得的恐惧感来阅读这个故事。 这里不是审查导致天安门广场悲剧的事件的地方, 每一方都有不同的看法, 这取决于他们卷入危机的不同, 且往往相互矛盾的起因。 学生骚乱始于对特定不满的补救措施的要求。 但占领一个国家首都的主要广场, 即使是在完全和平的情况下, 也是一种展示政府无能, 削弱政府, 又是政府鲁莽行事, 使其处于不利地位的策略。 然而, 关于结局没有争议。 在犹豫了七周, 并在使用武力问题上表现出内部严重分歧后, 中国领导人于6月4日果断出击,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免职。 经过数周的内部辩论, 邓小平和政治局多数成员命令解放军清理天安门广场, 随后对抗议活动进行了严厉镇压,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电视上,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播出, 以记录戈尔巴乔夫与中国人之间的重要会面。 美国困境 国际反应强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声称要像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一样运作, 实际上一直拒绝这种暗示。 现在, 他在世界媒体上一个专横的专制国家的形象出现, 他粉碎了民众对人权的渴望。 邓小平, 此前被广泛称赞为改革者, 却被批评为暴君。 在这种气氛下, 整个中美关系, 包括两国之间定期磋商的既定做法, 都受到来自广泛政治派别的攻击。 传统的保守派坚信,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永远不会成为可靠的伙伴, 整个政治领域的人权活动家都被激怒了。 自由主义者认为, 天安门事件的后果是美国有义务履行其传播民主的最终使命。 无论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 批评者一致认为, 有必要通过制裁向北京施压, 要求其改变国内机构并鼓励人权实践。 不到五个月前就任总统的乔治·达巴柳, 布什总统对制裁的长期后果感到不安。 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 思考克罗夫特将军都曾在尼克松政府任职。 他们在任时见过邓小平, 他们还记得他是如何维护与美国的关系, 以对抗四人帮的阴谋, 并代表个人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们钦佩他的经济改革, 他们在对镇压的厌恶, 与对中国开放以来世界发生巨变的尊重之间取得平衡。 他们参与了外交政策的实施, 当时美国的每一个对手都可以指望中国的支持。 亚洲所有国家都担心中国与世界隔绝, 苏联刻意对西方施压的政策, 不受对其其他侧异的担忧所限制。 十年前的紧张时期, 布什总统曾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布什有足够的经验来理解, 那些走过长征路, 在延安山洞里幸存下来。 在六十年代, 同时对抗美苏的领导人, 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或中国的威胁。 隔离, 目标是什么? 推翻中国政府, 要改变它的结构, 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介入的过程一旦开始, 怎么可能结束? 成本是多少? 在天安门事件之前, 美国已经熟悉了关于其外交在促进民主方面的作用的争论。 简而言之, 这场辩论将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对立起来, 理想主义者坚持认为, 国内制度会影响外交政策, 因此是外交议程上的合法项目, 而现实主义者则认为, 这样的一程超出了任何国家的能力范围, 因此外交应主要侧重于对外政策, 道德准则的绝对性与从国家利益的平衡中, 推导出外交政策的偶然性进行了权衡。 实际的区别更加微妙, 理想主义者在寻求应用它们的价值观时, 将被迫考虑特定情况下的世界。 深思熟虑的现实主义者明白, 价值观是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做出决定时, 区别很少是绝对的, 通常它归结为细微差别的问题。 就中国而言, 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希望民主价值观战上风。 绝大多数美国公众都会做出肯定的回答, 所有参与对华政策辩论的人也会如此。 问题是, 他们准备在什么时间段内具体付出什么代价, 以及在任何情况下, 他们有多大能力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 在关于应对专制政权的策略的公开辩论中, 出现了两种广泛的操作政策。 一个团体主张对抗, 敦促美国通过拒绝美国可能提供的任何利益, 来抵制不民主的行为或侵犯人权行为。 无论美国为此付出什么代价, 在极端情况下, 他要求改变违规的政权, 就中国而言, 他坚持将明确地走向民主作为任何互利的条件。 相反的观点认为, 通过参与政策通常可以更好地实现人权进步。 一旦建立了足够的信心, 就可以以共同目的或至少维护共同利益的名义, 提倡改变民事实践。 哪种方法合适部分取决于具体情况? 有一些侵犯人权的势力如此恶劣, 以至于无法想象维持一段持续的关系会带来好处, 例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和卢旺达的种族灭绝。 由于公众压力要么转变为政权更迭, 要么转变为一种退位, 因此很难适用于与美国保持持续关系, 对美国安全很重要的国家。 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 对西方社会的羞辱性干预既已犹新。 无论天安门危机的直接结果如何, 中国都将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因素。 如果领导层巩固自己, 中国将恢复其经济改革计划并变得越来越强大。 美国和世界届时将面临决定是采取行动恢复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 还是寻求孤立中国以促使其采取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国内政策。 孤立中国将导致与一个社会的长期对抗。 这个社会在1959年, 苏联作为其唯一的外部帮助来源撤回援珠时并未屈服。 不知政府在上任的头几个月仍在冷战时期, 需要中国来制衡苏联。 但随着苏联威胁的减弱, 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 可以单干, 因为曾使中美走到一起的对苏联的恐惧将会消退。 美国对中国国内机构的影响存在客观限制, 无论是对抗还是接触。 我们是否具备塑造像中国这样规模, 质量和复杂性的国家内部发展的知识? 是否存在中央权威崩溃, 可能引发内战再次爆发的风险? 而内战至少因19世纪的外国干预而加剧? 天安门事件后, 布什总统处境微妙。 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前任负责人, 他对中国对外国干涉的敏感性表示赞赏。 凭借其长期的美国政界生涯, 他对美国国内政治现实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他知道,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应该寻求, 正如当时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初级民主党代表南希·佩洛西·南希·帕洛西所说的那样, 向北京领导人发出明确和原则性的愤怒信息。 但布什也开始认识到,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服务于美国的重要利益, 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体系的影响。 他担心激怒一个在冷战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安全问题上, 与美国合作了近20年的政府。 正如他后来写道, 对于这个可以理解的骄傲, 古老和内向的民族来说, 外国的批评, 来自他们仍然认为是野蛮人的民族和未经中国教育的殖民主义者, 是一种侮辱, 对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对他们的回归。 过去的胁迫, 面对来自右翼和左翼要求采取更强有力措施的压力, 布什坚持认为, 当涉及到人权或政治改革时,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但我们可以通过鼓励他们取得进步。 自毛泽东去世以来, 进步很大, 而不是无休止地进行批评来表明我们的观点, 对我来说, 问题是如何谴责我们认为错误的事情, 并做出适当的反应, 同时保持与中国的接触, 即使这种关系, 现在必须搁置。 杜什巧妙而优雅地走在这条钢丝上。 当国会对北京实施惩罚措施时, 他软化了一些棱角。 同时, 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 他于6月5日和6月20日暂停了政府高层往来, 停止军事合作和销售警用, 军用和军民两用设备, 并宣布反对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新的贷款。 美国的制裁与欧洲共同体,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采取的类似措施相吻合, 并引起世界各国政府的遗憾和谴责, 反映民众压力的国会推动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包括立法制裁。 这比总统施加的行政制裁更难取消, 行政制裁由行政长官自行决定, 和自动延长所有中国学生签证的法律目前在美国。 美国和中国政府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事实上的盟友, 我们正在渐行渐远, 由于缺乏高层接触, 双方的怨恨和相互指责不断增加, 不时决心避免无可挽回的决裂, 他诉诸于他与邓小平的长期关系。 他在6月21日起草了一封长长的私人信件, 称邓为朋友, 绕过了官僚主义和他自己对高层交往的禁令。 在巧妙的外交表演中, 布什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崇高敬意, 并避免使用任何可能暗示他在向邓小平发号施令如何治理中国的措辞。 与此同时, 不时敦促中国最高领导人了解民意美国的愤怒, 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自然产物。 我还请您牢记我这个年轻的国家建立时所依据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民主和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不受专制权威约束的自由, 正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影响美国人对其他国家事件的看法和反应方式的原则的尊重。 这不是傲慢或强迫他人接受我们信仰的愿望的反应, 而是对这些原则的持久价值及其普遍适用性的简单信念。 布什表示, 他本人是在其国内政治影响力的范围内形式, 我将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留给历史书记, 但世界人民再次亲眼目睹了示威活动结束时的动荡和流血事件, 各国反应不一。 基于我上面描述的原则, 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 布什呼吁邓小平表现出同情心, 因为这会对美国公众产生影响, 并含蓄地影响布什自己的行动自由, 任何来自中国的声明借鉴了早先关于和平解决与抗议者的进一步争断的声明, 在这里都会受到欢迎。 任何可以向学生示威者显示的宽大处理, 都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称赞。 为探讨这些想法, 布什提议派一名高级特使完全自信地前往北京, 以完全坦诚的态度向你表达我对这些问题的忠心信念。 尽管他并不回避表达两国观点的差异, 但布什最后呼吁继续现有的合作, 我们绝不能让最近悲惨事件的后果破坏在过去17年。 第二天, 邓对布什的提议做出回应, 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 7月1日, 在天安门广场暴力事件发生三周后, 布什派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 思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访问北京, 这表明布什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以及他对邓小平的信任。 这次访问是一个严密保密的秘密, 只有华盛顿的少数高级官员和詹姆斯·莉莉大使知道, 他从北京被召回, 亲自听取即将到来的访问的简报。 斯卡尔克罗特和伊格尔伯格乘坐一架没有标记的C-141军用运输机飞抵北京, 他们抵达的消息被牢牢控制着, 据称中国防空部队打电话给杨尚坤主席, 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击落这架神秘飞机。 这架飞机配备了空中加油设备, 以避免沿途需要中途停留, 并携带了自己的通讯设备, 以便该党可以直接与白宫联系。 会议或宴会上没有悬挂国旗, 新闻也没有报道这次访问。 斯卡尔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会见了邓小平,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 邓赞扬了布什并回应了他的友好表达, 但将关系紧张的责任归咎于美国。 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很不幸美国卷入其中太深了。 从两个多月前的这些事件开始, 我们就一直感觉到, 美国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 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逼到了墙角。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感觉, 因为反革命叛乱的目的是, 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他们成功地实现了那个目标, 世界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坦率地说, 这甚至可能导致战争。 他的意思是, 内战还是心怀不满, 或寻求邻居, 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战争。 中美关系, 邓警告说, 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 甚至可以说处于危险的状态。 他便称, 美国的惩罚性政策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 尽管他仍抱有维持这种关系的希望。 然后, 邓小平又回到了传统的反抗立场, 详细谈到了中国不受外部压力和影响的能力, 其领导人独特的酒精沙场的决心。 我们不关心制裁, 邓告诉美国特使, 我们不怕他们。 他说, 美国人必须了解历史, 这场以两千万多条生命为代价的二十二年战争,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打的一场战争, 我们赢得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代表的胜利, 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不是一句空话,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邓小平强调, 改善关系要靠美国, 并引用一句中国谚语, 解铃还须寄铃人。 就其本身而言, 北京不会动摇惩罚那些煽动叛乱的人, 邓发誓说, 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继续存在? 思考克罗夫特强调了, 不时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强调的主题。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映了两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但它们也让具有两种不同文化, 背景和观念的社会密切接触。 现在北京和华盛顿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中国国内的做法在电视上播出, 可能会对美国公众舆论产生深远影响。 思考克罗夫特认为, 美国的这种反应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观, 这些美国价值观反映了我们自己的信仰和传统, 这与中国对外国干涉的敏感性一样, 是我们两个社会之间的多样性的一部分。 美国人民在他们看到的示威活动中的看法对或错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表达, 代表了他们最真实的信仰, 源于美国革命。 思考克罗夫特承认, 中国政府对待示威者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这种待遇引起美国人的反映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这是真实的, 总统必须应对, 不时相信保持美中长期关系的重要性, 但他有义务尊重美国人民的感受, 这需要其政府具体表达反对意见, 双方都需要保持敏感性才能走出僵局。 困难在于双方都是对的。 邓赶到他的政权受到围攻, 布什和思考克罗夫特认为, 美国最深层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李鹏总理和钱齐琛强调了相似点, 双方没有达成具体协议就分手了。 思考克罗夫特解释了僵局, 正如外交官经常解释僵局一样, 作为保持畅通沟通渠道的成功企业, 双方一直坦率和开放, 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分歧并互相倾听, 但我们仍然有距离在我们弥合差距之前, 走势态不能就此罢休。 到1989年秋天, 中美关系处于自1971年恢复接触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两国政府都不想中断, 但似乎都无法避免。 决裂一旦发生, 便会自生自灭, 就像中速之争从一系列战术争端演变为战略对抗一样。 美国将失去外交灵活性, 中国将不得不放慢其经济发展, 这引起了美国人的普遍反应, 这是真实的, 总统必须应对, 不时相信保持美中长期关系的重要性, 但它是有义务尊重美国人民的感受, 这需要其政府具体表达反对意见, 双方都需要保持敏感, 才能走出僵局。 困难在于双方都是对的, 邓赶到他的政权受到围攻, 不时和思考克罗夫特认为, 美国最深层的价值观受到挑战。 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强调了相似点, 双方没有达成具体协议就分手了。 思考克罗夫特解释了僵局, 正如外交官经常解释僵局一样, 作为保持畅通沟通渠道的成功企业, 双方一直坦率和开放, 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分歧并互相倾听, 但我们仍然有距离在我们弥合差距之前, 走势态不能就此罢休。 到1989年秋天, 中美关系处于自1971年恢复接触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两国政府都不想中断, 但似乎都无法避免。 决裂一旦发生, 便会自生自灭, 就像中速之争从一系列战术争端演变为战略对抗一样, 美国将失去外交灵活性, 中国将不得不放慢其经济发展的步伐,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 凭借意识形态赋予的自信, 和在几千年的历史记忆中磨砺出的国际事务, 判断例行事。 邓小平早期的中国表现出一种近乎天真的信念, 即克服文化大革命苦难的记忆, 将为基于个人主动性的经济和政治进步提供指导。 但自从邓小平于1978年首次颁布改革方案以来的十年里, 中国在成功的喜悦中也经历了一些惩罚。 从中央计划到更分散的决策制定的运动结果, 从两个方面不断受到威胁, 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对现状的既得利益的抵抗, 以及来自不耐烦的改革者的压力, 对他们来说, 这个过程花费的时间太长了, 经济奋权化导致了对政治决策多元化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的动荡反映了改革共产主义的棘手困境。 在天安门事件上, 中国领导人选择了政治稳定, 经过将近六周的内部争论之后, 他们犹豫不决。 我们又听到对6月4日事件的情绪化解释, 他们被当作一场不知从何而来的不幸事故。 中国领导人对外界的反应和他们自己的分歧感到震惊, 他们关心的是重建他们的国际地位。 即使考虑到中国让外国人处于首饰的传统技能, 我对面的数字也有真正的困难。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对一个没有损害美国物质利益, 并且中国声称在其领土之外无效的事件感到愤怒。 对美国历史上对人权的承诺的解释被驳回, 要么是西方欺凌的一种形式, 要么是一个自身存在人权问题的国家毫无根据的正义的标志。 在我们的谈话中, 中国领导人追求他们的基本战略目标, 即恢复与美国的工作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 谈话又回到了早期与周会面试的模式, 两个社会会找到合作的方式吗? 而且如果是这样, 基于什么? 现在角色互换了。 在早期的会议中, 中国领导人强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特性, 现在他们为兼容的观点寻找理由。 邓确立了基本主题, 即世界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秩序, 混乱很容易在一夜之间降临, 维持秩序和安宁并不容易。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在天安门采取果断措施, 中国就会发生内战。 而且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的不稳定会导致世界的不稳定, 甚至可能牵扯到大国。 对历史的解读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对于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 中国历史上的创伤性事件, 是十九世纪中国中央政权的崩溃, 它引诱外部世界进行入侵, 准殖民主义或殖民竞争, 并在内战中造成了种族灭绝的伤亡, 比如太平天国。 邓小平说, 一个稳定的中国的目的, 是为国际新秩序做出建设性贡献。 与美国的关系是核心, 这是一回事。 邓对我说, 退休后我得跟别人说清楚。 我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关注发展中美关系。 结束最近的过去, 让中美关系恢复正常, 也是我的愿望。 我希望告诉我的朋友布什总统, 在他担任总统期间, 我们将看到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 据李瑞环, 中共思想家, 分析人士认为是自由派分子之一, 说, 障碍在于美国人认为他们比中国人自己更了解中国。 中国不能接受的是来自国外的口售。 1840年以来, 中国人民一直受到外国的欺凌, 那是一个半封建社会。 毛泽东一生都在奋斗, 说, 中国应该对平等对待我们的国家友好。 1949年,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他的站起来意味着中国人民, 将享有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 我们不喜欢听到别人问我们该做什么, 但是美国人往往喜欢要求别人做这做呢。 中国人民不愿屈服于他人的指示。 我试图向负责外交政策的副总理钱其琛解释国内的压力和迫使美国采取行动的价值观。 钱不吻。 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决定自己的步调。 这不是外国人可以规定的。 钱。 我们正在努力保持政治和经济稳定, 推进改革和对外联系。 我们不能在美国的压力下行动。 无论如何, 我们正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基辛格。 但这就是我的意思。 当您朝着那个方向前进时, 它可能具有有益的表现方面。 钱。 中国开始经济改革是出于自身利益, 而不是美国想要什么。 在中国看来, 国际关系是由国家利益和国家宗旨决定的。 如果国家利益相容, 合作是可能的, 甚至是必要的。 利益的一致是无可替代的。 国内结构与这个过程无关,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对红色高棉的态度的不同观点中遇到过。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 美中关系在遵守这一原则的情况下蓬勃发展。 当你和尼克松总统决定与中国重建关系时, 中国不仅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也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四人帮更喜欢共产主义贫困制度, 那时你接受了我们的共产主义。 因此, 现在没有理由不接受中国社会主义。 根据社会制度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现在可以建立友好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一位中国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十字军角色, 民主世界会将其视为有益进化的证据。 既然毛泽东的继承人争便说意识形态时代已经结束, 国家利益是决定因素。 杰出的美国人则坚持要求民主制度来保证国家利益的相容性。 这个命题对许多美国分析家来说几乎是信条很难从历史经验中证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 欧洲的大多数政府, 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 基本上都是由民主制度管理的。 尽管如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场欧洲从未完全恢复的灾难, 得到了所有民选议会的热烈支持。 但国家利益的计算也不是不正自明的。 国家实力或国家利益可能是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要素, 无法精确计算。 大多数战争的发生是对权力关系和国内压力的误判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讨论期间, 不同的美国政府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以解决平衡对美国政治理想的承诺与追求和平和富有成效的美中关系的难题。 乔治 H.W. 布什, George H.W. 政府选择通过接触来提升美国人的偏好, 比尔·克林顿·比尔·克林顿·比尔·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会尝试施压。 两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即在外交政策中, 一个国家的最高愿望往往只能在不完美的阶段才能实现。 一个社会的基本方向是由它的价值观决定的, 这些价值观决定了它的最终目标。 同时, 接受能力的局限性也是对治国之道的考验之一, 它意味着对可能性的判断, 哲学家对他们的直觉负责。 政治家的评判标准是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其概念的能力。 试图从外部改变,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内结构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 美国社会永远不应放弃对人类尊严的承诺。 承认西方的人权和个人自由概念, 可能无法在适合西方政治和新闻周期的有限时期内, 直接转化为围绕不同概念, 排列了几千年的文明的承诺的重要性并没有降低。 传统的中国人对政治混乱的恐惧, 也不能被视为不合十一的无关紧要的东西, 只需要通过西方启蒙运动来纠正。 中国历史,尤其是最近两个世纪, 提供了无数政治权威分裂的例子, 有时是在很高的期望下, 开始的自由的增加, 引发了社会和种族的动荡。 通常是最好占的, 而不是最自由的分子占了上风。 同样的原则, 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明白。 我们国家的基本价值观, 包括不可剥夺的人权概念, 美国的判断永远不能脱离美国对民主实践的看法。 有些滥用行为必然会引起美国人的反应, 即使是以牺牲整体关系为代价。 此类事件可以推动美国的外交政策超越国家利益计算。 任何美国总统都不能忽视他们, 但他必须谨慎定义他们, 并了解意外后果的原则。 任何外国领导人都不应该解雇他们。 如何定义和建立平衡, 将决定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性质, 或许也将决定世界的和平。 1989年11月, 双方政治家都面临这样的选择。 邓小平一如既往地建议努力发展新的国际秩序观, 将不干涉内政确立为外交政策的总原则。 我相信我们应该提出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 我们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 还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因此, 目前我们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中之一当然是禁止干涉别国内政。 方立之之争 到我1989年11月访问时, 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方立之已成为美中分歧的象征。 方是西市议会民主和个人权利的雄辩支持者, 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官方容忍的界限。 1957年, 他因反忧运动被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因从事反动活动被监禁一年。 毛死后平反, 方追求成功的学术生涯, 公开支持加强政治自由化。 在1986年的亲民主示威之后, 方再次受到谴责, 尽管他继续散发改革的呼吁。 1989年2月布什总统访华时, 方被列入美国大使馆向白宫推荐的名单, 应邀参加总统在北京举行的国演。 大使馆遵循了他们认为是里根访问莫斯科的先例, 在访问期间, 他会见了自称池不同证监者。 白宫批准了这份名单, 尽管可能没有意识到中国对方的强烈看法。 方被列入邀请名单, 在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 以及新布什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 最终, 大使馆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方将坐在远离中国政府官员的地方。 活动当晚, 中国安全部门拦截了方的汽车, 阻止他进入会场。 尽管方没有亲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 但学生抗议者对他倡导的原则表示同情, 据信方可能成为政府报复的目标。 在6月4日的镇压之后, 方和他的妻子立即在美国大使馆避难。 几天后, 中国政府已在最近动乱前后的反宣传和煽动罪, 对方和他的妻子发出逮捕令。 政府出版物要求美国交出制造这种暴力的罪犯, 或面临美中关系恶化。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接纳他, 不时在他的日记中总节导, 但这对中国人来说将是一个真正的眼中钉。 放在大使馆的存在一直是紧张局势的根源。 中国政府不愿让其最著名的批评者离开该国, 因为担心他会在国外煽动。 华盛顿不愿意让一个拥护自由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 面对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报复。 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 詹姆斯·利利大使提到了方。 他和我们在一起, 不断提醒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联系, 并使我们与这里的政权背道而驰。 它是我们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活生生的象征。 在6月21日给邓小平的信中, 布什提出了方立志的问题, 遗憾的是这是高调地插在我们之间的鞋子。 布什为美国给予方庇护的决定辩护, 他断言, 给予我们对国际法的广泛接受的解释, 并断言, 我们现在不能再没有保证他不会这样做的情况下, 将方驱逐出大使馆。 处于身体危险之中, 布什提出了谨慎解决此事的可能性, 并指出其他政府通过悄悄地通过驱逐允许离境, 解决了类似问题。 但事实证明这个问题难以谈判, 方和他的妻子留在了大使馆。 在我动身前往北京之前, 思考克罗夫特将军给我的简报中让我熟悉了这个案子。 他敦促我不要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政府已经说了他能说的一切, 但我可以在现有政策框架内回应中国的倡议。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我没有提出方立志的问题, 我的任何中国对话者也没有提出。 在我告别拜访邓时, 他就改革问题随便说了几句, 就突然提出这个话题, 并以此提出一揽子交易。 对相关交流的扩展总结, 将给出天安门事件后六个月北京的情绪。 邓, 我和布什总统谈过方立之案。 基辛格, 如你所知, 总统在宴会邀请公开之前并不知道。 当, 他告诉我的。 基辛格, 既然你提到了方, 我想表达对你的关心。 我在这里的任何其他谈话中, 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影响中国人的尊严。 但我认为, 如果能找到某种方法让他离开大使馆, 并让他离开这个国家, 你在美国最好的朋友就会松一口气。 没有其他任何一步, 能像在引起太多骚动之前, 就发生这样, 给美国公众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这时, 邓从座位上站起来, 拧下他和我座位之间的麦克风, 表示要私下谈话。 邓, 你能提点建议吗? 基辛格, 我的建议是将他驱逐出中国, 我们同意作为一个政府, 我们不会对他进行任何政治利用。 也许我们会鼓励他去瑞典这样的国家, 在那里, 他会远离美国国会和我们的媒体。 这样的安排, 可能会给美国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不是在任何技术问题上采取行动。 邓想要更具体的保证, 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根据中国法律要求方写下供词, 或者华盛顿保证在他被驱逐出境后, 方不会说和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情。 邓将其扩大到要求华盛顿承担责任, 防止目前在美国的方和其他中国示威者在胡说八道。 邓正在寻找出路, 但他提出的措施是在外面美国政府的合法权利。 邓, 如果他写了认罪书, 我们驱逐他, 你会怎么想? 基辛格, 如果他会这样做, 我会感到惊讶。 今天早上我在大使馆, 但没有见到方。 邓, 但如果美方坚持, 他就得做。 这个问题是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发起的, 包括你的一些好朋友, 包括我认为是朋友的人。 如果美方要求方某写供词, 然后我们可以把他当成普通罪犯驱逐, 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如果这样不行, 换个思路, 美国在他被驱逐后承担责任, 方不说不做反对中国的事, 他不应该利用美国或其他国家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辛格, 让我评论一下第一个提议, 如果我们要他在供词上签字, 假设我们能做到, 重要的不是他在大使馆里说了什么, 而是他离开中国后说了什么。 如果他说是美国政府逼他认罪, 那对大家来说还不如他不认罪, 释放他的重要性是作为中国自信的象征。 反驳你的许多对手在美国对中国的讽刺。 邓, 那我们再考虑第二个方案, 美国会说他离开中国后不会发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 美国能提供这样的保证吗? 基辛格, 嗯, 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说话的, 但我知道, 我不是要你接受协议。 基辛格, 可能的情况是, 美国政府同意, 美国政府不会以任何方式使用方, 例如在美国之音上或以总统可以控制的任何方式, 我们也可以承诺建议他不要自己做。 我们可以同意他不会受到总统的接见, 也不会被任何美国政府组织授予任何官方地位。 这让邓告诉我他刚刚收到布什的一封信, 他建议派特使来访, 向他介绍即将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的美国峰会, 并回顾中美关系。 邓接受了这个想法, 并将其与方的讨论联系起来, 作为寻找整体解决方案的一种方式, 在解决方问题的过程中, 还可能会提出其他问题, 以实现对所有问题的一揽子解决。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 我让布什先走, 他要我先走。 我想, 如果我们能得到一个包裹, 那么步骤的顺序就没有问题了。 中国外交部长前期称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揽子交易。 一, 中国允许方立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北京, 美国应以适合自己的方式明确宣布, 将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三, 双方应努力就一两个重大经济合作项目达成协议。 四, 美国应向江泽民发出邀请, 次年接替赵紫阳出访。 在旧方可能流放的方式进行了进一步交流之后, 邓结束了这部分谈话。 邓, 不时会高兴并同意这个提议吗? 基辛格, 我的意见是他会对此感到高兴。 我预计不时会欢迎中国表现出的关切和灵活性, 但我怀疑改善关系的步伐能否向邓小平设想的那样迅速。 中美之间重新理解变得更加重要, 因为苏联和东欧日益加剧的动荡似乎破坏了现有三角关系的前提。 随着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 美中原本和好的动机变成了什么? 当我在与邓小平会面的那天晚上离开北京时, 强调了紧迫性, 并在我在美国的第一站得知柏林墙已经倒塌, 打破了冷战外交政策的前提。 东欧的政治革命几乎吞没了一揽子协议。 三天后, 我回到华盛顿, 在白宫的一次晚宴上向布什, 思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詹姆斯, 贝克汇报了与邓小平的谈话。 事实证明, 中国不是主要主题。 当时对我的东道主来说, 最重要的主题是柏林墙倒塌的影响, 以及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之间, 即将于1989年12月2日至3日在马尔塔举行的会议。 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立即就战术和长期战略做出决定。 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东德卫星的崩溃, 那里仍然驻扎着20个苏联师? 现在会有两个德国国家, 尽管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东德国家吗? 如果统一成为目标, 应该通过什么外交来寻求? 在可预见的突发事件中,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在东欧苏联解体的闹剧中, 邓小平的一揽子交易, 未能获得在不那么动荡的时期, 本应得到的优先考虑。 直到12月中旬, 布伦特、 思考克罗夫特、 Brandt Schoukroft和劳伦斯、 伊格尔伯格、 Lawrence Eagleberger, 在6个月内第二次访问北京, 我才与邓小平讨论了这一特殊使命。 这次访问并不像7月的访问那样秘密, 并且在这一点上仍然存在, 但旨在保持低调以避免国会和媒体的争议。 然而, 中方策划了思考克罗夫特向前期称敬酒的合影, 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惊恶。 思考克罗夫特后来回忆到, 在外交部长举行的欢迎晚宴结束时, 仪式性的住酒开始时,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又出现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局面。 我可以完成仪式, 并被视为向那些被媒体贴上天安门广场屠夫标签的人敬酒, 或者拒绝敬酒并危及此行的全部目的。 我选择了前者, 令我深感懊恼的是, 我瞬间成了名人在这个词最消极的意义上。 这一事件表明了双方相互矛盾的要求。 中国想向公众表明, 它的孤立正在结束。 华盛顿试图引起最低限度的关注, 以避免在达成协议之前, 引起国内争议。 不可避免的, 关于苏联的讨论, 占据了思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的大部分形成, 尽管与传统的方向完全相反, 现在的主题不再是苏联的军事威胁, 而是它日益增长的弱点。 钱其琛预言了苏联的解体, 并描述了荡格尔巴乔夫五月访问时, 在天安门示威活动最激烈的时候, 北京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时感到惊讶。 思考克罗夫特后来讲述了这些事件的中国版本, 苏联人对经济的把握不是很好, 而戈尔巴乔夫常常不理解他对经济的要求, 前预测崩溃的经济和民族问题将导致动荡。 我没有看到戈尔巴乔夫采取任何措施, 他补充说, 戈尔巴乔夫呼吁中方提供消费必需品, 他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提供消费品, 他们将以原材料作为回报, 他们还想要贷款。 当他们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 我们非常吃惊, 我们已经同意向他们提供一些资金。 中国领导人向思考克罗夫特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 并将释放方立之与解除美国制裁挂钩。 政府更愿意将方案作为一个单独的人道主义问题单独解决。 苏联集团的进一步动荡, 包括血腥推翻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 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围困感。 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 也加强了华盛顿那些认为, 美国应该等待他们认为似乎不可避免的北京政府垮台的人的力量。 在这种气氛下, 双方都无法动摇既定立场。 关于释放方的谈判将通过美国大使馆继续进行, 双方直到1990年6月才达成协议方和他的妻子首次寻求庇护一年多后, 邓提出一揽子建议后8个月。 与此同时, 根据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条款, 非市场国家对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的年度重新授权, 该修正案使最惠国待遇以移民行为为条件, 转变为国会的论坛, 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 这场辩论的基本假设是, 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一种恩惠, 在这种情况下与美国的民主理想相悖, 因此, 贸易特权应该以中国向美国的人权和政治自由观念转变为前提。 一种孤立感开始降临北京, 胜利情绪开始笼罩华盛顿。 1990年春天, 随着东德、 杰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府垮台, 邓小平向党员发出严厉警告, 大家应该很清楚,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 敌人的所有注意力都会集中在中国身上, 它会千方百计找势, 给我们制造困难和压力。 中国因此需要稳定, 稳定再稳定。 今后三五年,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极其艰难的, 也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我们站得住脚, 挺过他们, 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得很快。 如果我们垮了, 中国的历史就会倒退几十年, 甚至一百年。 十二和二十四个字的指示 在充满戏剧性的一年结束之际, 邓选择了他计划已久的退休生活。 在1980年代, 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结束 中央集权的传统做法, 只有在任者去世或天命丧尸, 无限期和招致混乱的标准才结束。 他建立了一个长老顾问委员会, 他让那些终身任职的领导人退休。 他告诉来访者, 包括我, 他本人打算很快退休, 担任该机构的主席。 从1990年初开始, 邓小平开始逐渐退出高级职位, 这是现代第一位这样做的中国领导人。 天安门事件可能加速了决策, 以便邓可以在新领导人, 确立自己地位的同时监督过渡。 1989年12月, 布伦特思考克罗夫特被证明是邓小平接待的最后一位外国访客。 与此同时, 邓不再出席公共活动。 到1997年去世时, 他已经隐居了。 当他离开现场时, 邓决定通过留下一套指导他和下一代领导人的格言来支持他的继任者。 在向共产党官员发出这些指示时, 邓选择了中国古典历史的方法, 指示简明恶药。 他们以中国古典诗歌风格书写, 包括两份文件, 一份24字的指示和一份谨性高级官员使用的12字的解释。 24个字符的指令如下, 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 韬光养晦, 善于手桌, 绝不当头。 12个字的政策说明, 在领导人之间的流通更加受限。 上面写着, 敌军在城墙外, 他们比我们强, 我们应该以防御为主, 针对谁和什么? 多字声明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 可能是因为邓认为他的听众会本能地理解他们国家的地位已经变得不稳定,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 在某种程度上, 邓小平的格言是对被潜在敌对势力包围的历史中国的回忆, 在复苏时期, 中国将主导其周边地区。 在衰落时期, 他会争取时间, 相信他的文化和政治纪律将使他能够重新获得应有的伟大。 12个字的声明告诉中国领导人, 危险的时刻已经到来, 外界总是难以与这种独特的生物体打交道, 它既冷漠又普遍, 威严但偶尔也会出现混乱。 现在, 一个古老民族的年迈领袖正在向他的社会发出最后的指示, 在他试图自我改革时感到被围困。 邓试图通过诉诸人民的情感或中国的民族主义来团结他的人民, 而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相反, 他援引了他古老的美德, 在逆境中保持冷静, 具备出色的分析能力, 能够胜任工作, 追求共同目标的纪律。 他认为, 最大的挑战与其说是在十二个字符的声明中, 勾画的考验中幸存下来, 不如说是在克服了眼前的危险后, 为未来做准备。 这二十四个字符的陈述, 是作为软弱时刻的指南, 还是永久的格言。 当下, 中国的改革受到内部动荡后果和外国压力的威胁。 但在下一阶段, 当改革取得成功时, 中国的增长可能会引发世界关注的另一个方面。 那么国际社会可能会寻求抵制中国成为主导大国的进程。 邓小平在危难之际, 是否预见到中国最终的复兴可能会面临最大的危险? 在这种解释中, 邓小平敦促他的人民韬光养晦, 绝不当头, 也就是说, 不要因过度自信而引起不必要的恐惧。 在动荡和孤立的低谷, 邓小平可能我们担心, 中国可能会在当前的危机中自食其果, 而且他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下一代领导人是否能够获得必要的视角来认识到过度自信的危险。 这份声明是针对中国直接的吗? 二十四字原则的实力强大到不用再遵守的时候, 能否践行二十四字原则? 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 无论的什维海诗 漫古故隶人的重点 肯定老婆 自行第二十四个